陈赫自从和许静离婚后就背负上了渣男骂名 而张子轩则被外界只认为小三插毒 虽然在陈赫宣布与张子轩结婚的声明中澄清 表示是与许静离婚后才和张子轩走到一起 但却不被扶住 外界对了人的非议 在结婚两年间仍是不断 为此陈赫为了保护张子轩不被外界攻击 在微博上面很少提张子轩 而张子轩在微博也几乎或没有提过陈赫 两人更是与其他明星情侣不同 先少在公众平台大的芳芳秀恩爱 而在近日张子轩陈赫结婚两年 坦见在微博秀恩爱 另网友直呼甜道爆炸 第一次瞧也俩打狗娘 猝不及防 近日陈赫新电影即将上映 8月8号张子轩更新微博社交平台罕见提到陈赫 张子轩为陈赫电影叫卖 另为撒狗粮 他在微博发出了一段与陈赫的对话 原本张子轩是想让陈赫帮他的新衣单选文案 没了想陈赫却调皮转接到自己的新电影 虽然在张子轩这挑微博中 没有提到陈赫假字 但却让人感受到浓浓的都是狗粮味道 并且由网友脑部两人对话画面一定欧甜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这狗粮来得猝不及防 广告狗粮傻傻分不清 秀恩爱 那么这个事 甜到爆炸 第一次见你俩咋狗粮呢 不过陈赫和张子轩虽然极少在公众平台秀恩爱 但是俩人私下里却犹如小年轻的情侣们一样十分甜蜜 在今年四月份陈赫曾带张子轩游迪士尼 俩人实质紧扣四连体婴儿 再前几天也有网友在上海街头偶遇俩人 藏天俩人从头到脚 穿一身情侣套装更是现杀旁人 可以得见陈赫张子轩或许早已不在乎外界对他们俩的眼光 并且许静也早已不再是他们之间的芥蒂 而之所以不在微博公众平台撒宝粮 或许仅仅是私生活不想被关注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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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